大家好,我是景城 跨越了三座太湖大桥 又来到了苏州太湖的西山岛 在西山岛的一个村子里面呢 有一个小庙 有一座小庙 小庙里面呢,没有小和尚 但是这座小庙里面呢 却有着一颗1500多年的古柏 这是非常吸引人的 古柏在苏州来说呢 我认为最出名的应该是香雪海 光伏香雪海,司徒庙四棵 清奇古怪,2000多年的古柏 还有就是苏州网石园 最初的主人 南宋利布侍郎史正治 种下的古柏将近900年 但是这颗古柏在西山岛上 却是第一次听说 然后今天过来看一看 然后因为怕小庙不开门 平时特意选择了农历初一的日子过来 大家都懂的 村子里全部都是枇杷树 这是东西山这边村子里的一个标配了 东安村呢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来过 我也是第一次来 这个村子也是背山面湖 环境十分的清幽 已经在村中的小道当中 走了大概十分钟了 还没有看到那座小庙 古柏也没有看到 古柏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般在名胜古刹当中呢 都有北京故宫的玉花园 区府的孔庙 还有皇帝林 都有古柏 古柏其实它是久远历史的一个证据了 不仅证明了这颗古柏有一千多年 而且证明了死地 这个建筑 这个寺庙 庙宇 它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佐镇 从东湾村的太湖边 走到了东湾村的三角下 终于看到了这座黄颜色的小庙 我们要探访的一千五百年的古柏 就在其中 这座小庙叫做三观殿 三观指哪三观呢 天观地观人观 它是历史久远的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 是中国道教尊奋的三位天神 我们从这里过去 今天初一应该是开放的 这种小庙应该只有在初一十五才开放 所以今天特意选择了初一这个日子 在小庙的外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颗一千五百多年的古柏 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啊 让人非常的敬畏 好像在古柏的边上呢 还有一颗非常巨大的硕大的古章 两颗书是相互依偎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座隐蔽 隐蔽上四个字 云什么圣迹 第二个字确实不认识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不能不懂装懂 那么隐蔽正对着呢 就是三观殿的正三门 三观殿非常的小 但是历史悠久 这颗古柏就是最好的佐镇 是它的历史 三观殿内共分的肯定是天观地观 水观 有一种说法呢 也会把远古的三位圣君称为三观 就是尧顺鱼 如果这样子算的话呢 大鱼肯定就是水观 这边呢 全部都是人们对自然的一种敬畏 今天初一门开了 非常的幸运 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颗一千五百多年的古柏 这颗古柏在苏州知道的人 真的非常的少 让人非常的震撼 它是祖竿粗壮 求之盘绕 让人非常的敬畏 向上生长约三米左右以后呢 分叉 分成了两根支叉 直指苍穹 和外面的古章呢 是焦香灰印 古柏是豆寒傲雪 坚毅挺拔 乃百目之掌啊 它是正气 高尚 长寿 还有不朽的一个象征 人是活不到一千五百年 建筑也是留不到一千五百年 但是这颗古柏却是历经沧桑 坚强的 倔强的 存活了一千五百载啊 这是这棵树的古树名目保护牌 它的品种呢 叫龙板树林了一千五百年 藏在小庙里面的这棵一千五百多年的古柏呢 目测一下需要三人才能够核爆 然后它的表皮呢 向球枝盘绕 像是多条小龙 蜿蜒 曲折向上 它的根部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叫利金沧桑 这棵古柏的树干 好似一位宝金风霜 一身坎坎坷坷的老者 历经风雨 最后呢 到达了胜利的彼岸 然而这棵古柏的树冠 却是生机盎然 枝繁叶茂 好像获得了新生 让人为之赞叹 不得不连连称奇 现在是在三观殿的三门之外 三观殿真的庙不在大 怎么样就有名了 这个留给粉丝们自己去发挥 三门外面有一座 非常精致的石拱桥 大家看一下 这座桥非常小 我们都说 往事源的石拱桥 是苏州最小的石拱桥了 那么这一座呢 非常有意思 我们先看拱旋部分 它的拱旋是青石器柱 小巧玲珑 然后上面呢 是经过修补的 据村民们讲呢 这座桥很有意思 拱旋呢 是一个朝代的 然后它的桥面 青石的桥面呢 又是另外一个朝代修补的 这真的是岁月的积累 岁月的沉淀 然后在精致的青石桥面上面呢 还有损眼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以前这座桥 更加的精致呢 据东湾村的村民介绍呢 三观店原来是规模宏大 非常的灵验 当地人非常的相信 然后我们现在时光交替一下 重回数百年之前 数百年之前 前程的乡客 就是带着乡竹 走过这顶精致的石拱桥 然后来到三观店 静香 祈求五谷分登 国泰明安 现在三观店呢 确实只在初一十五 才三门打开了 三观店的三门外面 散落着一些青石的石构建 这明显是青石的石柱杵 这个石柱杵是非常硕大的 说明原来三观店 它的规模是非常大 而且这些石构建 都是历史久远的一个佐证 一千五百多年的古板 和扇门外面 这一千多年的古章树 交错缠绕在一起 好似一对夫妻 撕走在一起 相互照应着 这让我想到了 苏州流远的一处名圣 叫做古墓交科 今天的探访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 古章小庙 这座古庙 再加上这颗古板 三者呢 是共存千年啊 相互依偎 厮守在一起 这样的景观 让人看了非常的过瘾 也是非常的少见 个人也是非常的享受 大家有机会到东湾 这个村子里面 来找一找这样的一个景观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